整年一天都吃到新鮮的鞋子實在很幸運 這張為在中華市兵山社區的鞋子場 說家庭已經有三百年 裡面甚至在家頭白去香岩折白手心 更重要的是 這張老家的家庭已經跟社區進行整理了 也先為社區的民主會連議的政策 快點快點好吃喔 吃鞋子 本鄉剛才在家庭典萬來的鞋子 這張已經有三百多年的老鞋子場 一年四季不斷開花結果 和社區區民每天都有鞋子可以吃 有鞋子很讚喔 有時候小的時候比較怕白 現在都不怕白了 因為年會比較多來 要白這個不怕白 小的時候都會被鞋子下去 電位老鞋子充滿臨性 社區區民是在家頭白去香岩來做白手心 這裡 像我說好 阿黨的 在這裡 宅家 吃自己的人 很難吃 山下是夏天的水果 一年四季都會開花結果 都約專家說 氣候若是比較溫暖 加上營養粉有夠地來開花 樹它已經蠻大的 所以有一些的營養成分 它按照到裡面的那個碳氮比 應該是夠的 所以在夠的形形之下 它會有不實化的一個情形 就是成長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它那個炙燒的末端 它就會開始有花芽分發 它正是老抽 所以它的生理變化情形 所以才會變成它樹皮都有在生 差不多三百年了 因為我們祖先來到現在 已經280幾年了 它台幼來就有這張 這張老手手 早就是鄉山里面新墓中的手翁 地主現在無想將空間提供出來 經過這天的經歷後 這個地方不是鄉山里的方便 竟然是里面休閒主會的合徵所 老中華新聞 中西良 中華 蔡芳寶德